第697章 不给红包不开门 小说 都重生了 谁谈恋爱啊 作者 错哪了 老江真是装逼 我得百度一下 航程有没有什么庄园 卧槽 一间房就这么贵 这装逼的代价有点高 曹广宇 丁雪 周超 任自强和张广发 以及左摆强等另外几个同学 齐聚月湖山庄之后 少爷被资得惨叫 就没停下过 他也想过 自己和他丁雪的婚礼 发誓要找最好的酒店 金碧辉煌的那种 但他完全没想到 婚礼竟然能在一个 衣衫傍水的度假庄园举办 曹广宇转了三圈 见到了草地派对区 艳客区 露营区 还有竹礼堂 最后方的园林区 因为安保过于严格 他没进去 但就算是这样 曹哥也被资得一个猎钱 这婚礼 真的是于低调之处 净显奢华 这个人是谁 这是和江总 朝夕相处了四年的大学社友 郭子航和杨树安 作为派对区总管 腰上别着对讲机 满场巡视 见到曹少爷垂足顿胸时 有些惊诧 老郭现在隶属于团购技术部系统 和张广发所在的供应链系统 经常打交道 两个人经常会有业务往来 所以也算认识 经过张广发的介绍 郭子航和杨树安倒吸一口凉气 和我一副朝夕相处四年 还能这么活蹦乱跳 处处嫉妒 这他妈傲骨铮铮啊 张广发抿了下嘴 先天扛姿圣体 还有这个说法 你看江总商场上的对手 不是退出互联网圈 就是脑淤血进了医院 只有我曹哥 每次都挺过来了 真正做到了 和江总误误开 属于是不是出的人才 郭子航闻声转头 看向了少爷 心说要这么论 他还真是个圣体 没过多久的功夫 简纯 蒋田和宋清清他们也到场了 见到曹少爷一行人 边打招呼边跑了过来 任自强有些意外 你们也来了 蒋田抿了下嘴角 我们的白月光 要结婚了呀 怎么可能不来 你们喜欢我姜嫂啊 周超在旁边咳嗽了一声 他们的白月光 说得好像是姜哥 什么 卧曹 不可能 曹光宇和任自强 一个比一个不相信 老姜 姜哥 这种人也能叫白月光 我的妈呀 问没问过这个词语的意思 宋清清看着他们相互狗叫 翻了个白眼 觉得他们真是孤陋寡闻 女孩子怎么就不能有白月光了 那不就是曾在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 一一发光 却又求而不得的那个人吗 他们以前还在宿舍里讨论过给江秦生几个的问题呢 只是可惜 自己的白月光也有着他的白月光啊 曹光宇看着他们那副带着淡淡微笑 但也略有失落的表情 嘴角一阵抽搐 老姜还真是他们的白月光啊 靠 这个世界是真的点 此时的派对区域的左侧 楚思琦迈步而来 抬头看着草坪上那巨大的PVC板 上面是江秦和冯南书身穿礼服的合照 精神有些恍惚 左缘也看向了那巨大的PVC照片 忍不住开口 这大概是每个女孩的梦想吧 随后 庄园里开进来了一辆又一辆的黑色轿车 中途未停直奔后面的园林区 这些车子里坐着的 要么是一些领导 要么就是一些商业大佬 进入园林区先开了的小宴 这并不是什么特殊对待 而这个园林区的私宴和江秦的婚宴也不是一部分 办这个宴会的 是早先一步来到了的几州市领导代表 为的是为几州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 雷总 投个电子厂吧 马总 搞个电商园区怎么样 刘总 我们这里也可以建立大型中转物流仓库啊 我们几州 人节地灵啊 而董文豪 魏兰兰他们 则跟在几州市领导的周围 如果有戏的话 也会跟着多谈那么几句 另一边 在山庄东面的小楼里 代价的新娘正坐在床上 静静地看着窗外 耳边循环播放着林志美的 初恋 我一夜失眠 影子心里现 问为何 共他见一面 美丽印象四处恋 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 默默地祝寿 亦从未抱怨 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 在路上碰到 一快乐几天 轻飘的感觉 飘在上面 可爱的一个初恋 这首歌是高文慧给他挑的 说是最应景的音乐 冯南叔听过之后 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雪白的脚丫子晃来晃去 他的胸口的别着新娘的胸花 看着窗帘上的红色双喜 眼神灵动 高文慧 王海妮和范淑林昨晚就来了 苏奈 谭青 卢雪梅和石淼淼也在 几个女孩兴奋了一夜 一直到早上都没消停 一直想着 怎么刁难来接新娘子的老板 首先 要藏鞋 等江秦来接新娘子 找不到可不许带走 穿婚鞋的时候 还要稳脚才能穿 高文慧兴奋地想着 然后忽然愣了一下 不 这个不行 这不叫刁难 这对江秦来说 简直是奖励 秦静秋这时候 也做好了造型 匆匆来到了冯南树的代驾小楼 看着侄女身穿 绣着彩缝的和服 盘着长发 头戴金色凤冠的样子 忍不住微微明起了嘴 眼眶微红 五年前的十月一 大富婆去送小富婆上学的时候说过 她是我养大的 就理应是我女儿 与此同时 江秦正带着江正红和袁友情 在岳湖山庄里四处串场 见了林川市领导 见了各位友商 还招呼了各位亲朋好友 最后溜达一圈 随着父母坐车去了南山岭的宗祠 要告诉老祖们 江秦要去冯南树过门了 而在江秦他们这一支的那片祖坟里 香春嫂说会子孙满堂的那棵枣树 此刻好像又变得粗壮了很多 老板 九点之前 您要去接老板娘下楼 然后到礼堂后台补妆 十点二时 典礼正式开始 蓝蓝姐他们 邀请嘉宾正式入场 然后您和老板娘登台 整个仪式大概会持续一个半小时 十二点半左右 我们正式开宴 您和他老板娘 中午估计没有什么吃饭的机会了 谈清节已经让厨房先送一份餐 给老板娘吃了 您下车之后 也多少吃一些 文锦瑞跟在江秦身边已经三年了 现在也算是锻炼的经验十足 已经基于婚礼流程 把后续的事情全都安排好了 江秦听完之后搓搓手 去领政那天的紧张 忽然又回来了 领政是法律意义上的结婚 但其实 婚礼才是有情心的开始 从宗祠回来之后 江秦提前吃了饭 然后就开始换衣服 化妆 曹广宇 周超他们 加上董文豪 陆飞宇等人 也都换上了伴郎服 在合影之后 浩浩荡荡地奔向了冯南叔的代驾小楼 山庄内 礼炮升空 鞭炮奇想 庄园的主路上 站满了围观的亲朋好友 早就接到线报的高文会 瞬间组织人手 开始等着要赌门要红包 老江 你红包里装了多少钱 我妈装的 我也不知道 曹广宇手里也有一打 忍不住取出一个红包 看了一眼 然后合上 一会儿 他们要是赌门 我先上 放心 我安排了卧底 江秦牛逼轰轰地带着人马 赶到了冯南叔的房门口 开门 彦祖来接新娘子了 高文会的声音瞬间传出 先塞红包 看看诚意 那你 也得开个缝才能塞吧 有道理 高文会轻轻开了一条缝 江秦瞬间带着人一拥而上 狠狠抵住了房门 但是小高同学也精英得很 早就把防盗链给挂上了 就知道你不老实 不给红包就想进门 想得美 江秦嘴角一扬 冲着混迹伴娘团之中的谭亲开口 谭亲 给老板开门 老板 我今天听老板娘的 曹光宇心说 你们不行 让我来 然后一把薄住了门框 伸手往里去购防盗链 二指缠猛的一批 江秦我吵了两声 心说 这他妈才是真兄弟 紧接着 房门忽然就被少爷给抠开了 然后他就像是脱缰的野狗 整个人猛的窜了进去 江秦正要往离床 就发现房门棚的一下 又关上了 三又三分之一秒之后 房门第二次开封 曹少爷的声音悠悠地传了出来 给红包 不给不开门 我曹 曹哥 你他妈当场叛变啊 呸 不要脸 老曹 你是真的没有底线啊 以后别说咱俩认识 一众人破口大骂 就听见曹少爷的声音 从里面传了出来 我刚才看了眼红包 真多啊 抱歉老江 少爷我从来都站在强者的那边 听到这句话 房门外的人 也忍不住拆开了手里的红包 看了一眼 坏了 我想当伴娘 董文豪此时凑了过来 老板 我去的隔壁看了 阳台有个小门 我去试试看 紧要关头值得信任的 还是你啊 文豪 注意安全 明白 江秦看着他离开 开始伸手往门缝里蓄红包 结果屋里的女孩一看红包里的金额 立马明白 曹少爷为什么反水了 这一下就更不开门了 不过就在此时 王海妮的耳朵动了一下 忽然听到阳台传来一阵凄里咔嚓的声音 脸色瞬间一变 姐妹们 他们要从阳台进 曹光宇也脸色一变 董文豪快进来了 姐妹们快去阳台 高文汇听到这句话 瞬间反锁了正门 带人冲向了阳台 硬是即将闯入的董文豪给冲了回去 不过两边堵在一起的时候 谭青的余光忽然发现 一个穿着和服带着粪冠的身影 从主卧出现 赤着脚丫子跑到了前门去开门 咔嚓 门外的大狗熊愣了一下 发现房门被缓缓打开 而自己的新娘子 正鼓着粉塞看着自己 好像等了很久的样子 眼眸里都闪着 快娶我三个字 于是 江青一把将她抱了起来 心说我都不知道 原来你也是我的小卧底 见到这一幕 在阳台读董文豪的谈亲 瞬间傻住了 好消息 红包很大 而我提前就决定好 今天要和老板娘一伙了 坏消息 老板娘和我们不是一伙的 高文汇他们 此时也听到了动静 转头看了一眼 整个代驾婚房瞬间乱了 冯南叔 你是多怕嫁不了江青啊 我头一次见到 这么着急的新娘子 冯南叔轻轻看着他们 轻轻张口 哥哥 我的鞋子被他们藏在了 电视机后面 本章完